来看建设的消息 民国一百年初所改造的大溪渔市场 在渔业署、海巡署以及县府的配合之下 赤支了八千多万元重建新的渔市场 并且在今天隆重启用 未来将可提升拍卖的品质 更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游戏 为了今天的落成启用典礼 投城区渔会不但准备祭拜祈福一事 还有武师跟神明三太子来加持 而且渔船也停止出海 来迎接地方大喜事 期望未来带动观光渔业的发展 迎接牌 高山区渔会大气息 在外面最高清 台北 安全警官很好看 我们的空间 很好用的机器大楼 在漁業署跟海巡署的補助 縣府規劃設計 大溪魚市場 次之約8000多萬元 共分為四層樓 有拍賣場 辦公室及安檢索 縣長除了感謝政府的幫忙 促成魚市的重建 更希望大溪港區 碼頭也能進行改建 最好的魚匯 都用自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今日朋友 在整個魚匯的法定頂口 我們除了要有自己的準備 也要讓我們政府 做他們的抗盾 我們這裡所缺的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買好這個 風波堤 可以說翁月圓身 差不多五十或一百元就有了 我們對我們的保障就有了 我們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裡近海魚 我們的保鞭 出海時愛這個鞭港 我們要再製造的這個 製品頂 現在 魚匯也有這個鞭匯 另外大溪觀光漁港 生鮮美食協會 也將在七月十二號正式開幕 準備最新鮮的海產小吃 歡迎縣內外民眾來品嘗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